我不会参与2024年 中正万华区立委的选举 怎么还是宣布不选了 好朋友黄珊珊不是才说 尽管放心选吗 我谢谢他 我也跟他说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你要去的地方 不用挂虑我 他是鼓励说 那王世坚 你应该在中正万华 你要选就继续选 我大概才高兴几个钟头吧 那大概 那昨天晚上就有一些节目的批斗 虽然有黄珊珊支持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却没得到民进党内的祝福 这下连党内初选也得放弃 转而挺绿盟友立委林长佐 我们民进党总是有一些纠察队 你为什么针对有党的同志 那你要跟他初选 我天真的以为 说赖主席有讲的嘛 没有现任优先 那大家都要经过初选 王世坚说得酸 外界关注 他的弃选会不会让黄珊珊改变念头 去挑战林长佐 讨论说我去哪边选会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些好事者 黄珊珊拒绝外界帮忙找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一定帮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竞选2024 只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高调表达 有意回国民党真大位 更否认有郭柯佩 让柯文哲的总统之路更显艰难 暂时按兵不动 柯文哲对白沙豚妈祖未知路线的心法 也能套用在总统这一局 真是资源都不如人 先厘清局势发展 再谋定而后动 TVBS新闻张家宝宏 中外地评与SNG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